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为什么上帝要约书亚在河里头搬石头呢 约书亚记第四章 我们看到前一章 是神吩咐约书亚 带领以色列人跟着约会走 并且吩咐台约会的祭司 脚要踏入约旦河水中 这么危险的任务 奇妙的是 当祭司的脚一踏进去 河水就分开来了 他们可以行走干地 过约旦河 而神吩咐 每一个支败派一个壮钉 搬一块石头 把河里头的石头搬上尖头 带着过河 而神吩咐他们 祭司脚离开约旦河水 河水再次掌过两岸 哇 这是神奇妙的恩典 奇妙的拯救 而神吩咐他们要把十二块石头 立起成堆 为什么 因为后代的子孙要问 这石头什么意思 要向后代的子孙说 上帝如何带领色列人 神迹 引导他们 过约旦河 这个石头是神恩典的记号 奇妙的记号 这事之后 百姓敬畏约书亚 敬畏领袖 而神预备这群百姓 在顺服中 准备要征战并且得胜 这一张要解是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烟花的约桂前断绝 约桂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桂河的水就要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是的 然后后来的子孙要问 这石头什么意思 约书亚的 他们的子孙要向他们诉说 神过去的作为 是的 一切的河水在约桂前要完全的断绝 一切的仇敌在神面前要完全的灭没 一切的危险在神的面前要化为奇妙的平安 并且我们要历时危机 我们要记得神的恩典 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一个跌倒的经历 一个困难的经验 一个我们遭遇危险的时候 神怎么样拯救 可能是生病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考试 而重点是我们要把它写下来 这个石头作为纪念 而我们要起来记录神的作为 永远不忘恩 一生感谢神 我们来祷告 就帮助我们学习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记得神的恩惠 记得神的作为 而且把它写下来 要在以后提醒自己 神过去的作为 也提醒我们的后代 我们要一生感谢神 跟随神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